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来了一片深情 眼泪都差点坠下来 我就发现我怎么 我跟你说 我给你们请教一问题 我直接想不明白 我有很多北京的朋友 他们都不喜欢香港 住过一阵最终也走了 可是我完全理解 因为我北方人 我完全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喜欢香港 可是我仍然要说 我爱香港 我琢磨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说 我这几年身上穿的衣服都是香港买的吗 是因为我所有的唱片都是在香港买的吗 你买了很多香港的股票 没有我也没买股票 都是凤凰的吗 对啊 那不是就你的股票 对对 凤凰猴 香港猴 走国猴 物质决定精神 对对 你看我想 其实我喜欢的 还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挺专业的事 我想我这个感情从哪来呢 我好喜欢香港的云 喜欢香港的天 比北京的灰涂涂的好看吧 而且香港 很少人喜欢香港的天气的 是吗 因为北方来的人就喜欢 对 而且你当然 你要香港跟日本比起来 你也算脏吗 但是对我可以了 可以了 就很干净了香港 神州大地上它算不错了 当然了 而且很多游客你不知道 它有很多离岛 它有很多岛 它还有白海豚 我原来在电视台就有这好处 我去遍了香港的大大小小的角落 而且就是说 就是说啊 我后来明白一个道理 是不是这么个原因 你要是性格 是喜欢交朋友的 喜欢打入人 什么主流社会的 这种人 可能你在香港啊 你个外地人 很不好 待的就挺寂寞 对 但是你像我 平常下了班 录完相 就在屋里待着 我也不跟人接触 那对我来说 这个城市各方面 买什么都买得到 服务好 专业有效率 你说这个 让我想起来 我也有一个朋友 也是从北方来 他也是就是 他是那种比较孤僻的人 就不大出去 跟人往来 他就很喜欢住香港 香港太适合一个 你一个人 不跟一圈人混 所以你做自己 也太适合了 就没人管你 我昨天去领了一个奖 他们那个何志平那边 给了我一个什么奖 所以香港文化 什么有贡献 领完奖以后呢 所有人去领奖的人 是为了那个茶具 那很多官员啊 很多知名文化人士 在那里喝茶 喝茶 我那马上就走掉了 我走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觉得 我很幸福 我觉得我终于可以 不必跟人家寒暄了 我觉得我回想 我以前在这种时候 不会走的 我会留着认识几个人啊 或者是有什么重要的人 换张卡片啊什么 我突然发现 其实在香港没必要 没必要 一点必要都没有 走了 他们在那里寒暄西装 我走了 我觉得一种幸福 就是说我可以 不理这些人情 不理这些好处 而且你看 我在香港走路就慢 就是说你明白吗 很多人不喜欢 说你们怎么那么 忙忙叨叨的 走了走去 那你走慢点不完了吗 我就是个游客的心态啊 他香港人 他叽叽忙忙 活得挺悲惨的 但是他以他们的悲惨 他提供了一个特别 他对我来说 提供了一个 我想买什么都买得到 对我们贡献给 祖国游客了 你从这个角度看 是不是 但是我还是闹不清 为什么 我对香港有一种特别的 比方说像从我来讲的话 我之前也跟很多记者 作者访问了什么 他们也问我说 我对香港的感情 是怎么来的 当然我是香港人了 可是作为一个读书人 他的特点就是 你总是对自己的地方 不满意 你要批评 我很多不满意 很多不批评 但是我想对这些感情 我一向很深 那从小时候 我常说受他启蒙传 还有一件事让我对他 我是重新发现香港的可爱 记不记得那一年 03年非典 SARS的时候 我那一年 我觉得我跟很多香港人一样 我觉得这是个共识 同时发现这个地方真可爱 就是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其实社会很紧张 有点风声喝泪 我记得那时候在公司里头 我们那时候还开玩笑 说家药嘛 对不对 说家药已经换下了 远离家药 爱惜神秘什么的 搞这个吧 有关部门都追踪文道 我们一起去到一个酒吧 门口可以随便停车 你们记得吗 尖沙嘴 从来没有尖沙嘴的酒吧 我的车就停在门口 没人的 万人空巷 是吧 是那样 但为什么说可爱呢 我太记得那阵子 我因为也是帮凤凰做个节目 去拍这个威尔斯亲王医院 重灾区 你记得吧 重灾区 一去那个医院 门口大堂变灵堂 画了几幅照片 然后掉夜彻 就是死掉的那些医生 牺牲掉的那些医生护士 可是那天我去访问的时候 很好玩 就不是别说医生了 我去访问那种开救护车的 那个开救护车就说 听到谁家 受伤了什么 送医院那个 那阵子很紧张 谁知道送来的什么人 对不对 我去访问那些人 我说你们 怎么今天都很累 上班 对啊 一个月没放假 我说 一个月可以放假 他说 有一个司机跟我说 对啊 我本来就在放假呢 我现在回来上班 我说你放假还回来上班 这什么时候 我这时候不赶快在家躲着 还回来上班 他说 那没办法 大家那么急是吧 打工就这样 对对对 我那时刻就感觉真可爱 就是他没跟我说 我要为人民服务啊 我没有 他到这一刻了 死身关头了 那么危险的时刻 他居然说的还是 打工就是这样 打工 对 我就觉得打工仔是无可指责的 SUS的时候我去上课 我以为会没人 结果跑去一看 满满一教室 大家都戴着口罩 然后还帮我在那个话筒上 包一个 对 我们照样讲服务 对 那个香港有两个关键的时候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 这十年 有两个非常关键 假如说十年是一个旅程的话 现在平安到达 大家在庆祝 其实这两个关头是非常危险的 回头想 金融风暴 不是金融风暴 一个就是SUS的时候 SUS 现在有专家说 SUS如果在香港不是三个月 如果是六个月的话 香港经济就会垮 对 你明白 我当时 我现在回想起来 SUS时候最美妙 为什么 我那个一千多万的房子 在那个时候六百万 居然没买啊 大家都凑合好事情 说香港楼贵 只有SUS的时候楼是最便宜的 对不对 但是你想 这个楼最便宜的时候 对香港经济是一个致命的时刻 我还记得 我印象极深 我从香港 大家都戴着口罩 过了罗湖 完全没事 那个时候广州还没有 因为刚刚去北京 广州还没有采取那些措施嘛 你就觉得真的一国两制 是两个天地 这边街上大家都没事 然后我一到了没事的地方 你也觉得没事 我还去了Disco 我还去了Disco 然后你一进香港 全部是戴口罩 你现在仔细回想 什么事情把中国跟香港 内地跟香港联系的这么紧密 就是一个广州的医生 到香港 在香港 然后病人飞机到了北京 嗯嗯嗯嗯 SARS把这个东西 联系的共命运啊 而因为香港的SARS的情况 我不知道对北京 后来改变这个政策 有多大的影响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 都开始抒情了 这是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当然你像我一些北京朋友 他会觉得呢 香港人的这种 就是他讲的是所谓 从人生意义这个角度上来衡量 说这个哎我发现好像这个南方民族 也不是南方民族 南方人呢 表现出这种生存能力啊 极强 而且呢 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 都放在一个基本的谋生上 对 你看在北方 他就是说 哎呦你们是干什么呀 一个月都挣几万块钱了 嗯 天天 那天徐老师还讲到香港人一毛 我发现文道也有点毛病 叫什么 有风使都 使到进 就是这个船呢 要是顺风了 就使到进 就是哎呦 什么工作 有钱就赚 是吧 哎呀 永远不在乎 加班加点 他不像那个 你看我在法国买衣服 我都拿好了一件了 都到柜台了 对不起 下班了 下班了 关门放回去 就这个 香港怎么会呢 你现在 不会 你爱留多久就留多久 我那天就听咱们那个导演说 他说他姐姐嘛 在算白领 office 是吧 每天得干到晚上八九点 回来吃完晚饭 冲个凉 你要是看电 看会电视 你第二天就精神不好 第二天得早起 哎呦 塞不塞 不都跟着呢 管这话就讲 但是各个香港人 好像都这样 对 但是这个东西 我就想起来就是 其实有变化 就因为香港 刚刚我们讲专业啊 这种专业伦理 有个什么变化呢 就我觉得 从03年的SARS 到后来七一的游行之后 我香港有个变化 就是出了一帮专业人士 就从那些医生身上 得到启发 就因为当年 那些医生护士呢 他给我们的启发 就是原来 他的专业伦理 有这一块 就是要救死扶伤 让别的专业人士 也觉醒了 比如说 我认识一些建筑师 这些建筑师呢 过去就是帮地产商 打工的嘛 对不对 帮政府打工的嘛 从来也不敢说不 可是这几年 你看香港 闹什么 批评地产商 搞屏风楼 批评政府拆骨机 拆骨机 盖大楼 对他们多好 对 都是一批建筑师 为什么这建筑师 突然也反省自己的专业 就回头想 我这个专业 不就是要为老百姓 盖上个好房子住吗 不就是要有个 更公平的社会 城市空间吗 然后呢 又有一批呢 最妙的是什么呢 连有一批的会计师 就说专业啊 我们要计数 记得清楚 说过去香港 很多东西啊 这个会计制度 是倾向于偏这个商家大财团的 我们要改 就很怪你知道 这几年这样种专业伦理 就是达到了一种过去 就你刚刚说 香港人没有那种精神高度 就是反省到这个程度 我现在认识几个 大学念医学的学生啊 以前在香港 你说要当医生 就是想挣钱 坦白讲 对对对 但现在呢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大学念医生 目的是要干嘛 说大学毕业之后 我要去伦敦受训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加入吴国建医生 我要去苏丹 我要去这个阿富汗 就现在很多这种出来了 对对对 这种中产阶级的精神 其实就是那个 七一那个时候开始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关键点 其实我要讲个歌功颂德的话 香港这些年来 这两个重要的拐点啊 真正决定香港命运的是 中央决策 真是 萨士是一个非常重要 这不单是香港 这是中国 第二个就是七一那天 第二天啊 我七一在香港 第二天我在上海 就见到汪道涵 他就问我 他说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几十万人上街 他们什么不满呢 然后他女儿也是在香港的 就跟我一起向他解释说 帽子三十六度都是中产人士 不是那些搞搞正人 高温穿黑色衣服 他们对 第一是对二十三条有顾虑 第二对董建华有些不满 但是主要 他们绝不是对回归 对中国有什么 这种事情 根据我以前的这种不好的记忆 有人如果打一个报告 把某些极端的口号一夸大的话 很可能影响上面的 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这个以前有历史记忆 所以我当时非常担心 我拼命尽量我们就解释 就是说香港人这个游行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 你看中央马上做了一个决定 把二十三条暂时停 从03年七一以后 香港的经济又回升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实在香港人要感谢 就是说中国 这个两个关键性的决策 影响到香港这十年的 我跟你说 我觉得就像你 我是不是有点歌功颂德 歌功颂德 我喜欢 我觉得是实际 今天我们的主题 我也有一个印象 就是比如说 一般人认为香港人 很务实 对吧 好像说这种虚的东西 谈的少 可是我跟你说 他有善良 他有很多东西 他不是说表现在外 他那个七就是虚的东西 你像我们 我想起这几年 我做过一个节目 当年香港有个小男孩 叫什么强仔 叫什么七岁 叫什么什么的 卡卡 变手 你看着平常香港人 谁都不吭什么声 都忙自己的事 一到这情况 我跟你说 你可以拿内地的城市来比较 一个城市 全体市民 首先特首出来 是吧 人身共愤 对吧 这大明星 刘德华 什么杨千华 纷纷到医院病房去看望 捐款 全港的这个第一次司机协会 几百个第二次司机 急凶 这第一次一起急凶 就引起整个香港 几百万人的这个公愤 大街小巷 天天说这个事 我觉得那个时候 你就看出来 他们不仅是那种生存动物 这些 有些东西 公众社会 人家功德 绝不比你低 我跟你说 他是到了关键时刻的时候 他这些东西出来 比如说像刚刚讲 游戏那个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说过 我印象很深很深是什么 就那天你说的36度 很热 我觉得中央政府那时候 对香港态度很好 很温和理性 而且他 但是我觉得他也看到一点 就这批人非常秩序 他不是暴乱那种 他是怎么样 是生产阶级 对 他们怎么样 我记得那天看到 最令我印象深刻 是一个纪录片拍到的 就是一群人 几千人吧 挤在一条铜锣湾 小小的马路 就等着加入这个人群 站几小时 还进不去 警察呢 很紧张 拉一条防界线 一条线 封锁起来 那些人就站着 静静的站着 站着三小时 太阳36度 黑衣服晒着 突然一个人忍不住了 哗 拉起那个栏杆 走过去 警察紧张 立刻扑上来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 你知道那人干什么 那人喝完了一罐可乐 要丢这个垃圾 但他那个人群里面 后头没垃圾桶 垃圾桶在警察 防界线那边 他过去丢垃圾 他跟那警察 阿尔 等你拉什么 丢完了 那罐可乐 喝完可乐 回去站 到了什么关头 什么时候了 他还要丢垃圾 要丢到垃圾桶 他还是守规矩 规矩到什么地步 后来内地很多人 游行反日的时候 去砸那个日本的 那个台湾商人 在日本面殿的时候 我想起你讲的那个事情 对吧 然后你看那天 那天游行完之 我很印象 因为我是到最后 看到最后的队伍 路上几乎是没有纸 就那么 没有一个灯柱被破坏 没有一个垃圾桶被推倒 就那么大家就是 慢慢的走啊 叫口号 然后到了特区政府总部 去了 走了 第二批又来了 是这样 是 我你看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我到香港就是特有意思 因为咱喜欢凑热闹 看热闹 我发现他这个地方 叫多元社会啊 就是蛇有蛇路 鼠有鼠路 是吧 桥有桥路 什么车有车路 这帮人在政府门口 有得游行静坐呢 画这么一圈 是吧 旁边人该上班 该上班 该干嘛干嘛 看都不看 还有我这地方的人 该去叶总 我叫去叶总 跟你一样 马上跑舞 跳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再提一个问题 就是一般人 你像我们这外地人 老感觉啊 就香港人 这个对钱的追求 是无止境的 对 挣多少都不够 对 累死他 他还要挣钱 对 你说这个事 靠谱不靠谱 当然不靠谱 但这个东西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底下 市场经济里面 每个都是 谋取利益最大化 你欧洲人 你也资本主义啊 我觉得法国人多好 对 但香港有个 很特别的东西 我常说香港 有种难民心态 就是说 在海上面 比如说看到一块木头 飘过来了 赶快抱着 那有一个 也抱着 飘了越来越多抱着 因为时间是借来的 地方是借来的 对将来没有一个 长久的安全感 这个是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我是认为 广东人啊 其实是有一点共性的 我不是那天 跟你讲过 对 我说北京人比较勇敢 上海人比较聪明 不是勇敢 广东人是又聪明 又勇敢 照理说 他兼备了最好的优点 可是相比之下 广东人就是现实 太现实 太现实 就是说 就是实际啊 非常的实际 容易只看眼前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影响中国文化的西方文化 是一部分是英国文化 一部分是法国文化 中国北京来的上海的知识分子 基本上吸收的是法国文化 他们把文化就定义成 贝多芬咖啡馆 把英国的这种跑马会啊 银行啊 这种算作商业 可是香港的就只接收英国文化 香港是因为英国殖民地 所以这个一个广东人的现实的 一个一个本身的地方性 加上一个英国人管制 你只要看上海 上海你在南京路跟恒山路 就是两个世界 一个是英国文化的一套 以前的跑马会啊 什么时候 一个是咖啡馆的一套 香港的咖啡馆 都是匆匆忙忙喝的 都是连锁店 所以有它好有它坏的 这个效率是高 但我觉得香港比起英国 其实还要繁忙 还要还要匆忙 你刚才讲的那个 就让我想起啊 我就说我对香港感情在哪啊 我想起就是 香港有一个导演 他忙跟我没关系 我不是说了吗 香港有一个导演曾经说过 说是香港啊 从来就是华人的码头 就是他对于这个南来北往 你要去往南洋 去往欧美的华人来说 你看很多多少人 什么张爱玲啊 还是什么好多好多华人 这历史长河中 对他们来说呢 香港就像是个华人的码头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但是这个码头很有效率 它很拥挤 这个地方的人们过着他自己的生活 可是对于像咱们这个外来户呢 咱们又觉得它是个很有意思的码头 我觉得我们首先是这几十年来 殖民地里面有个意识形态 就是很相信个人主义 很相信这个所谓的繁荣 追求繁荣经济 直到今天中央政府给香港的定位 还是个经济城市 对不对 我们就追求经济 就是讲经济繁荣 就是这个嘛 大家整个城市定位 但还有一点 我觉得跟你跟子东 刚刚讲那个有关的是什么 香港过去啊 香港现在你能看到的一种 那种文化性格 你说那种广东人的性格 他其实保留了什么 他保留了一种 现在几乎看不见的一种 过去的南洋华人的那种东西 南洋华人是什么概念 就是闽南广东这些人 去了南洋几百年 这些人很懂得吃苦 很勇敢 清朝近海我照出去 记足 记足 很聪明 然后呢 又勤劳 非常勤劳 然后拼命干 整个南洋华人都是这种性格 过去呢 我很记得小时候啊 香港啊 还有那种南洋感觉 什么叫南洋感觉 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看 我最喜欢讲看电影 《花样年华》里面 梁朝伟骗了张曼玉 说我要去新加坡了 他说的那么轻松 你说今天我们说 去新加坡 这是移民对不对 他就是随随便便上个船 就去那种感觉 就以前呢 从广州开始 到澳门 香港 马尼拉 越南 西贡 泰国 然后 马六甲 槟城 吉隆坡 四水 万龙 雅加达 这些地方 实在是不分家的 大家是有个 共同的大南洋华人概念 以前有些 六十年代 马来西亚还没独立 对不对 所以当时没有那种 国界概念 就是从广州 你跟他说 你去哪儿 我去了南洋一趟 这说的是很轻松的 对你看一些 玉大夫 对吧 他们去南洋 而现在全世界 五千万的海外华侨 也是以这样的一个 南中国人为基本性 对 是啊 北中国人是留在大陆 自己折腾 对 你看原来就是 不出去闯的 出去闯的 也福建人啊 但是他出去闯 为了 对